我们主要是让同学学到一个最基本的 最最最基本的知识 希望对同学会有帮助 好 你看老师的画面 这个我讲TCP IP的运作的原理 对不对 等一下老师会示范给同学看怎么做比较好 对不对 你们看一下就说 网路上有七层 但是其中第五层第六层我们现在没有在用 那我们现在真的有在用的 同学可以把它抛下来 就是说这里有这个应用层 然后这个是所谓的TCP 一般是TCP或UDP 你也可以TCP也可以UDP 那什么叫TCP什么UDP 等一下我会讲 就用应用层还有传输层 然后这里是网际网路层 internet这个是网际网路层 你可以写网际网路啦 你也可以写网路也可以 网际网路层 同学写一下 对不对 这个是连接层 我上次是不是有有教过同学 连接层 然后这个底下呢 是所谓的实体层 实体层 实体层 既然我们一般英文叫 Fellicle Layer 那我虽然我的投影片 都是英文的对不对 刚好是那个讲起的投影片 都帮你换成中文的 对不对 好 那各位注意到 一般我们应用层呢 一般像TripleW 就属于应用层的部分 那我们 譬如说 老师这个举例好了 好 举例的部分 就是说 我用远端连线的部分 你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如果用远端连线的部分呢 我连进去 对不对 你们可以看老师的这个画面 那 我可以 我们这样好了 同学你们 一般我们用浏览器 你接到老师的网站 对不对 这个是我临时做的一个最简单的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 只要一连过去就是什么 this is the page 对不对 那老师呢 那老师呢 也可以模拟 也可以模拟成像这样 就是说 我用TripleW的这个指令呢 连接过去 但是我的Polumper呢 Polumper就指了我的负号 连接负的号码 就80 80就是TripleW 那我可以在这里跟他下一个指令 那我可以在这里跟他下一个指令 就是说 我希望取得这个网页 Test HTTP 然后我告诉他host是指于这个 所以同学呢 这样很简单就是说 我可以先选到这里来 贴上去对不对 我现在已经跟他连线了 跟我的伺服器连线了 那我就很简单 我就告诉他 我要这个网页 我要把用这个网页 那我就把它贴上去 各位同学有没有 那个网页就全部都给我的 这个网页就全部都给我的 那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猜猜看 不过你们得到的不是这个网页 同学懂意思吗 那这个就是老师要告诉同学 比如说 我刚是不是上我自己 自己做的一个简单的网站 对不对 那我只是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只是要求他一个网页 我只是要求一个网页 就是下这个 我连线过去 我告诉他我要求这个网页 然后他就把网页全部都 内容就全部丢给我 他全部就把网页内容丢给我 好 所以呢 老师要跟同学讲的是指这个 就是说我们现在 假设这是浏览器 这是Server 那我们现在在应用程式这一端呢 我网页就下Gate Test HTTP 给这个伺服器 那伺服器呢 伺服器呢就会把结果来告诉我 把结果就来告诉我 那现在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说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两边是 对等的窗口 我的浏览器跟我伺服器对等窗口 但是呢 事实上我要把这一串的命令的资料呢 告诉我的伺服器 我是不是要透过 所谓的传输层来传资料 因为你伺服器有可能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 资料有可能 有错 传给他的资料可能有错或什么 所以呢 老师要告诉同学就是说 传输层呢 主要是控制你的流量 然后有错要重送 如果你送太快就送慢一点 如果有错就要重送 所以呢 你要透过传输层来传资料 前面要有一个标头 同学写一下 你们要记得这个head的意思 这个head的意思就叫标头 标头 所谓标头就是 同学你们写信 外面是不是要贴信封 信封不是写我要从哪里寄到哪里去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就叫标头 对吧 那我们网路的协定 协定的话主要就是标头 就是说上面会放些标头 那等一下老师会跟你讲这个标头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控制流量的话 主要这个标头一定有应用程式 哪一支应用程式要传到哪一支应用程式 像老师刚刚是不是下一个简单的网页 网站 是不是下一个简单的网站 对不对 那我的浏览器呢是不是接到伺服器去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两个应用程式呢 就所谓当然连接Port 一般我们TripleW就80 浏览器呢 就随便给他一个号码 只要不要跟人家有冲突就可以了 所以等一下老师会用一个软体叫 YSHOCK这个软体操作给同学看 对不对 所以你们等一下要记得这个标头的格式 那 这个 传输层呢 它只控制流量 那到底 我们要把这个封包寄到哪里去 最主要看IP的位置 同学特别注意哦 上网是不是一定要IP位置 你没有IP位置可以上网吗 不可以上网 懂吗 一定要一个IP位置对不对 那IP位置最主要是在第几层要用的 就是这个IP层 所以我们把这个加标头以后就得到IP的data 前面会加一个标头 前面加一个标头 标示说哦 这个 封包呢 从哪一个IP寄到哪一个IP去 然后我们再经过这个讯框 把这个整个内容就变成一个讯框 那老师 你们考试的要记得哦 老师会跟你讲 请问一下 传输层跟IP层 在window的电脑 谁在控制 window 对不对 那讯框这个部分呢 谁在控制 以太网路卡 这帮你控制对不对 在这个教室主要是以太网路卡 哦 对吧 那如果你们手机谁在控制 哦 那主要在手机内部了 那就不管了 对不对 哦 然后我们再透过实体层 可能是这条网路线哦 我们就传到对方去 哦 然后这边的 网路卡的 送给这边的网路卡 他们这两个是对等的哦 然后这一端的这个第二层呢 就会去把这个 这个标头哦 讯框的标头哦 同意这个flang的意思就是 讯框的意思 讯要怎么写 框 一个框哦 我们一般的事情叫讯框 就是 把很多资料要变成 一个封包哦 在第二层 我们一般叫讯框 就flang哦 那上面就有个标头 我的网路卡 借到你的网路卡 我会看你的header的资料哦 收到以后呢 交给第三层 第三层就会把ipheader 抓出来对不对 来看看说我这个ip的封包 到底是要寄到哪里去哦 懂吗 那各位同学 他有时候这个会经过很多路由器哦 经过路由器IP的 我们的路由器就会根据你要 这封信要送到哪里去 帮你继续找到一条最近的路送过去哦 那假设说已经找到了 他就继续往上传哦 给这个第四层 他就会把第四层上面的标头把它拿出来哦 这两个就互相对等哦 然后最后呢 就传给我们的伺服器哦 那我们伺服器呢 就会得到说哦 原来你要需要要跟我要求这个网页 好我就把这个网页内容丢给你 但是呢他不能直接丢 他也是一样 要透过第四层 加个标头 透过第三层 透过第二层 透过实体层给对方 那对方呢在收到哦 那各位同学你们看一下老师的画面哦 你们看一下老师的画面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就这里 有没有 他是不是把整个网页丢给我了 我的网页就这么简单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里会有一些乱码啦 差一点点而已 可能那个码有点怪怪的 因为我用 这个UTF8 万国码8 那他有时候把它当作英文字还是什么 所以有点怪怪的哦 懂吗 等于说同学有没有看到 我这个浏览器 我浏览器是这样对不对 我跟他连线 那我跟他要求这个网页 我跟他要求网页 他就把网页给我对不对 对不对 这样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 事实上中间经过很复杂的过程 就是说我跟他要求这个网页 对然后呢 应用层经过传输层给资料 来传资料 传输层经过网机网路层来传资料 上面都有加header 然后讯框层经过讯框来传资料 然后经过实体层 就是那一条网路线 那传到我的伺服器以后呢 我的伺服器又把它 资料就往上传 对不对 我发现你是要给我的 我就把它收起来 然后最后我知道你 跟我要求这个网页 然后把刚刚那个网页呢 整个 继续透过这个方式丢给你 好 那这里是不是有标头 我们来看一下标头的格式是什么 好 我这个就是我刚刚 给同学做的 你们可以回家试看看好不好 因为这里也怪怪的 老师在这里左的时候 怪怪的我下这些指令的时候呢 各位同学我一照这个指令 还是这个要不是猫80 那这样好了 那我弄错了 同学有没有 这样是不是得到网页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你们做作业 第一个先做这个动作 做这个动作 对不对 做这个画面 好 就说我们现在没有浏览器 但是我现在模拟 我现在是模拟 一个 一个 用Telionet这个指令 模拟用 server的这个伺服器 对不对 跟它连线 好 那连线的时候 Telionet的一般来讲是23 好 好 23 那我现在给它80 就代表我要连线你的伺服器 好 要连线这台电脑伺服器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呢 你要连线这个伺服器的时候呢 哎 那我就下指令 下指令老师是 建议同学你们就很简单 就是打GET 这里就可以了 下面这个不要给没关系 好像反而会有问题 那你就选复制 选贴 贴上对不对 好 你按Enter键 就 就会 等于是 等于我要求一个网页 那server就把资料给我 好 就把资料给我 但是这个过程中 看起来是很简单 这个就相当于我要求网页 他就把这个网页 资料丢给我 对不对 好 各位同学你要特别注意哦 这个网页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开始 检视原始码 同学这个跟我说到 是不是一模一样 是不是 只差这个有点怪嘛 对吧 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样 是不是 然后这个简单的网页 我们的浏览器 帮你呈现的画面就是这样 懂吗 对不对 懂没有 所以各位同学你们看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网页呢 稍微修改一下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比如说这个 呃 我把它这个 开启档案 用所谓的记事本来打开 对不对 各位要注意看哦 我现在的字 我这样的字 我希望它是一个大字 对不对 所以我选这个 H1的开始 然后选这个结束 H1的结束 对不对 好 那我把它存档 各位你在看哦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哦 好 各位同学我把它存个档哦 各位看一下这个网页哦 有没有 这个网页就像这样哦 F5对不对 有没有 是不是比较大的字的 对不对 好 那你们也是一样 我就选贴上 按确定 有没有 各位同学 这里不是加一个H1的开始 H1的结束 代表说你这个这一段的字 是要比较大的字 最大标题的字 像同学懂意思吗 对不对 好 所以你们要 第一个要弄的就是这个画面 你要把它弄出来 你们要做的主要还要做这个 那另外一个同学 要做的就是在这里 我们继续播放 我们真正原理说我刚刚是get这个什么资料 对不对 应用程式的资料 就会把它放在这个TCP的data里面 那前面 会加一个TCP的header 就是TCP IP这是一个 网际网路的标准 那这个 请问一下这个标头有几个byte 20个byte 然后呢 我透过第三层传资料 把这一段就翻到IP的data 前面就会加一个IP的header 也是20个byte 然后这一串呢 就是我们的以太网路的资料 前面的话加一个以太网路的 的那个标头 然后最后再经过所谓的实体层 来传送资料 好 那你们等一下老师 会用一个软体叫YSHOCK 让你们去拦解资料 对不对 拦解资料 我们从这个资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前面两个byte呢 是sourceport source的话就是同学写一下 source同学 因为这个都英文 同学有人觉得说很难 对不对 source就来源端 户号要怎么写 什么叫户 就港口对不对 好 然后这个是目的端 啊 的符号 好 同学特别注意 像刚刚老师的 教同学上网 对不对 上一个最简单的网页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是不是教你们上一个最简单的网站 那这个来源端的号码就是这个浏览器 这个浏览器所使用的一个号码 这个号码没有固定一定哪一个号码 好 那我们的目的端的port呢 就是那个伺服器 那一定是80 好 啊记得哦 我下礼拜要给你们考试 TripleW的号码一定是80 TripleW的这个port一定是80 所以老师刚刚是不是有试验给同学看 是不是一定80 对不对 还记得吗 这个后面这里是不是80 有没有 我要模拟伺服器对不对 我要连过去的port 那个号码就是叫80 所以等一下老师还会印证给同学看 然后呢 我们在 呃 这个第四层的传输控制层 TCP叫传输控制 协定 那我们也可以叫传输控制层 传输控制层 那传输控制层 我们每一个封包都会给他一个号码 然后呢 这个叫回应的号码 会有一个序号 跟回应序号 就是说 老师等一下会再解释 就是说 我现在 有十个封包要寄给 要送给 我是送方 那比如说班代是收方 对不对 那我就会送 12345678910 所以我的这个 序号就分别一到十 是不是 那如果班代是第四个调的 我送1 他就回1 送2 就回2 回应的序号 他回应给我 可以1 2 那如果我给我第四 我给他送的第四个封包掉的 回应的序号 只要回应3 最后那个成功的那个就可以 他不可以再弄个 那我送的人就知道 原来我刚刚送45678910 你都没有收对对不对 我就要重送 好 这个结论是告诉你说 网路的第四层 这个header叫标头 标头 然后这个叫格式的意思 TCP就是网路的第四层 好 那网路的第四层 它的目的就是 我对每一个封包都把它编号 好 那你收到你要回应给我 告诉我 对不对 但是不用每一个封包都回应 好 比如说 12345678910 你都收到了 你回应死给我 就知道说 哦 最后成功那个 号码我收到了 他不用每一个都回应 有没有听清楚 好 如果都没都要回应 那那个 呃 你的网路的速度 就会受限 就会变得比较慢 对不对 好 我现在跟你讲 网路这个观念很重要 同学 网路是不是未来的 未来很重要的一环 对不对 好 我要一定要把网路的 基本概念 把你们交汇 好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你们务必要好好听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刚刚有讲这个 这个 TCP呢 资料要往下送 前面会加一个TCP的header 然后他交给第三层 那第三层的任务就是说 我一定要有一个IP位置 我的路由器看到收到这个IP位置 才能把我知道说 我这个风包要继续往南一方面走 所以他前面会加一个IPheader 就是标头的意思 所以我们IPheader呢 各位同学 他的第几个栏位 前面这些栏位 包括是IPv4 IPv6 在这里 还有这个 整个资料的长度有多长 那你上面的服务是TCP IUDP 还是什么样的服务 什么ICMP 这里就是在这里设 都在这里给 然后你全部的长度 然后你 这里我们给他一个辨识的号码 等等 那这个 这个都英文啦 你们可能真的会看不懂 你们头很痛 对不对 你不懂没关系 你只要知道这个总长度 就是说 我的这个风包的总长度 是多长 这里就可以 那这个Fragment Offset 就是说 你这个 比如说你风包是超过一个 它能忍受的范围 所以我们可能会把它分开 Fragment 就分类的意思 你是不是经过分类 那这里有一个栏位 比如说一般都给128 为什么 因为有的风包 会在路由器乱跑 每次跑一次都减1 如果 跑到0 你就知道这个是乱跑 就把它删除掉 要不然会完蛋 然后这里有同学有没有一个 叫检查码 有没有 检查码 万一有资料有错 你就知道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 来源端的IP位置 我们等一下照同学写报告 你要把你的来源端的 这个IP位置 跟你的目的端的IP位置 好 的IP位置 你都写一下 那老师讲一下 你们等一下在 在抓这个 网路的资料的时候 要记得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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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的IP位置是什么 老师的IP位置是 120.105.100.50 对不对 那张号线那里呢 你从你那一台开始 就是 1.51 1.52 1.53 1.54 1.5 所以你们等一下只会抓到自己的资料 不会抓到别人的资料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极限器是 交换极限器 交换极限器 你只会收到你自己的资料 不会收到别人的资料 所以让你的电脑的速度会比较快 因为这是属于比较贵的 懂吗 所以呢 就 50 60 51 61 71 81 91 101 你的IP位置就是 120.105.100.101 好像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等一下连过去的IP位置是 120.105.100.154 对不对 1.154 等一下我们会抓这个资料 那抓到那个资料以后呢 你们就可以知道说 哦 原来它的格式 你可以跟这个格式去比对看看 比对看看 然后 对同学 你们对同学 同学对网路就会比较了解 那等一下也是一样哦 这个投影片同学要去参考一下 等一下 我们要连线之前呢 一定会建立连线 就是要三次握索连线 这个TCP的握 就是说 我这边是浏览器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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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伺服器 对不对 那我一定先送一个信框 叫SYN给Server Server就會送一个SYN 给我的浏览器 那我浏览器最后跟他讲说 好 OK 那这样就开始就建立连线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去做这个动作 那这个一样啊 那就是说这个 有AB两台电脑 B丢给A呢 序号是1 它回应就是2000 然后它一次可以送 这个2048个 对不对 回应2000 然后呢 它回应它之前送我2000 那这里就是说 意思说下一次从2000开始送 所以A端呢 它的序号就2000 然后它之前送的是不是1 它跟他讲 你的1我收到了 懂不懂 回应号码就1 这样懂不懂意思 所以呢 我们刚刚不是 在这个TCP的标头里面 有回应的序号 有序号跟回应的序号 原因都在这里 好 同学 我们在TCP的流量控制 为什么要有序号跟回应序号 我每一个序号都把它编号啊 万一有错呢 就要重送啊 对不对 就可以重送啊 你就知道说从哪里开始送啊 这样了解意思嘛 对不对 所以意思一样 所以呢 它从2000开始送 一次送1024 这有一个Windows的 1024 就是我一次可以送1024 送完以后呢 它一直送送送 送完以后它序号就从3024开始 回应还是1 一直送 然后呢 它就 已经收到3048了 它就告诉它说 然后又送1000了 它就跟它回应我 我已经收到你的3048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之前送给我1 我也收到了 我现在送 再送一个1给你 再送一个1给你 这样 类似这样 然后呢 它就告诉你 哦你的 我再来要送4048了 那你之前送给我的是129 129怎么来呢 因为原来是1 我送1到128 1加128 129 我告诉你说 诶 你之前送给我129 我收到了 好同学 当然 它是用这个原理来做 那就是说万一 收的那一方的回应号码 发现漏掉 对不对 就会要求对方重送 就会要求对方重送 我就跟同学讲到这里 那他们这个 要送的话 主要是这样 就是刚开始 一次只送一个方法 那最多可以送到好几万个 如果疑似呢 各位同学也是这样 这里 这个windows1024 代表我一次可以送到 1024个 然后呢 到512个是什么 万一有掉呢 它就把它减半 一次不要送那么多 因为你如果送太快 开始有掉 它就会减半 一次不要送那么多 这个TCP window的意思是 就是说 传送给对方 一次要送几个 不需要等回应 就可以一直送 这里也一样 同学没看到 1024个 我送1024给你 我就不需要你回应 我就不需要你回应 然后我再送那个 这个 这个意思是这样 好 这里也是一样 同学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 我送给你1 按你回应1 我送2 你回应2 我送3 你回应3 对不对 我送4 你没收到 那怎么办呢 回应的号码 一样是3 也就从上一次 最后一次成功的 给你 你就知道 哦 那我上次只收到 你最后成功那一次3 4呢 没有成功对不对 你就要重送 哦 它原理是这样 哦 你懂意思吧 哦 所以这个原理呢 很简单 主要是 那 我们 我们这里有一台电脑 跟两个电脑 两个要沟通 对不对 事实上 它会经过很多路径 那这个风包里面呢 这会有所谓路由器 那我们路由器 会看这个IP的位置 然后来决定说 我要走这一条路 我要走这一条 哪一条路 从A到B 哪一条最近 对不对 所以路由器主要是看 网路的第三层IP Header 我怎么不动 它主要是看这个IPHeader 只要看这个 它只要看说 哦 这是从哪里送过来的 要寄到哪里去 那我们的路由器 就会帮我们决定说 要走哪一条路 好 这个是老师 有